热闹又具有特色的瑞乐市集 让泛州游客是印象深刻 接着是睽違三年强势回归的 秀姑兰泛州铁人赛事 清晨六点半是准时开华 除了竞赛组以及铁三角组的选手挑战之外 这次也新增了纯泛州组 吸引了六十组人士来参加 其中有多数都是第一次来泛州的 各个既紧张又期待 充分享受乘风破浪的乐趣 富永国小谷队打得正天响 为睽違三年的秀姑兰西泛州铁人赛揭开序幕 在尤阳体操老师的带领下 一千两百位的泛州选手以及泛州客 认真舞动身体来暖暖身 准备迎接今年夏天的第一个挑战 接着在观光局副局长林信任 东管处长林维林 花动众管处与瑞穗所会代表等贵宾 共同铭笛下 近千位的泛州选手们扛着州挺 冲进秀姑兰西展开赛成场面壮观 那今年等于说是热血归来 所以我们这次呢 特别除了一般的我们的铁人 泛州铁人组之外 我们还特别安排了一般泛州的一个比赛 就的确受到非常非常的 这个年轻朋友们的欢迎 所以我们今年整个的参加的人数 将近有1200多人 然后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年轻选手 所以也很高兴在夏天这样子 沿沿下的准备 真的游了旺季开始 大家可以来体验我们的 秀姑兰西最精彩 最刺激最好玩的一个泛州活动 今年活动吸引了铁人三项 380人 铁人两项 297人 铁三角组 12组报名 除了国内外三铁好手 更有来自世界各国的泛州好手 同台竞竹 我是参加秀姑兰西 然后泛州铁人20 那是泛州加跑步的铁人两项 接下来我们有请高练下 还是像代表会呢 我们是跟朋友六个一起参加 是 好 欢迎 现在 现在很紧张 因为之前都是来泛州玩而已 这次包含了泛州玩还要跑步 所以体力上面可能要分配一下 对第一次参赛 今天呢 跟大家来传诚分享啊 好了 因为可以泛州 然后又是三铁 对 三铁组 泛州跑步脚踏车 对 那我们要正式去花钱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一一邀请铁人参加的长官 很好啊 因为天气好 然后水量也很够 所以觉得今天应该会很高兴 不论新手或高手 各组别选手奋力向前冲 希望能创下佳击 另外东莞处首次加开的纯泛州组竞赛 也吸引了60组的民众组队报名 由于多数都是第一次来泛州 各个紧张 却又相当期待享受泛州破浪的乐趣 耶 谢谢副局长 这游中的质值让我非常的感动 而且那也是深深的祝福 希望大家可以享受动作动作 对他们都没有体验过 他们第一次带他们来玩 总共12个人 放胆去玩就对了 蛮安全的 不会很危险 之外经验丰富的观光局副局长林信任 也曾担任东莞处处长一职 这一次算是回娘家共享盛举 林信任觉得感动又亲切 而对于泛州铁人赛是多变化 多元化的推动 成功带动地方运动观光产业 值得肯定 活动每年持续办理 每年都要有新的创新 那今年的改变呢 也增加了给泛州组 那把泛州的比赛 等于是说正式的挤到台面上来 有泛州组 那我来东海岸的时候 是在2015 那2016呢 我们那时候的创新是把 这个泛州铁人参向变成铁三角 那增加了很多 大家就变成 因为有些人只能跑步 有些人只能去脚踏车 所以变成说铁三角之后 参与的人数就保增 那今年增加泛州组 也可以把这个泛州运动 提上下一个 下一个等于是层次 把它整个拉高 因为疫情影响停办三年的 秀库兰西泛州铁人赛 今年强势回归 魅力不减 吸引1200多位来自国内外的铁人 共襄胜举 除了挑战自我 更有不少游客 参加纯泛州组 来体验秀库兰西泛州的产业魅力 观光局东莞处也邀请大众 今年夏天 一定要来一场秀库兰大和练 记者是玉兰瑞瑟采访报导